第七十二集 慕卓华心里不由得有些委屈 含着泪看向刘衍 王爷 下官是被冤枉的 刘衍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哦 这事王爷也有责任 刘衍条条眉梢 往椅背上一靠 双手交叉至于膝上 好整以暇地看着慕卓华 你接着边 慕卓华叹了口气 前日 汉林院的同僚 约下官去小秦宫 下官一个新人 欺敢推辞 便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可是下官 喉咙上还带着伤 便穿了高领的衣裳去敷衍 想遮住伤口 可那日实在太热 下官浑身都汗湿了 就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解开林口纳梁 不巧沈金红也下来多久 我们两人便碰见了 汉林院的同僚来找我们 向我与沈金红独处 又看到我脖子上的红痕 以为是 是那个 慕卓华给了流眼一个 你懂的眼神 又扭扭捏捏的 他们 便误会了 慕卓华说着 解开领子上的盘扣 露出白皙纤细的脖子 上面还有两处淡淡的 阴色红痕 如今已经消退了许多 不仔细看 也看不出 但流眼自然能看到 自己的指印 慕卓华委屈地控诉道 可这痕迹 分明是王爷留下的 流眼睛无言以对 而且这纸痕 是他掐着他脖子留下的 却被他说得如此暧昧 慕卓挨挨挨怯怯的 叹了口气 下官不敢辩驳 也是为了维护王爷的名声 王爷却反过来怪人 下官这心里 实在是委屈得很 这人强词夺理的本事 着实是无人能敌了 流眼发现 自己实在是 说不过这个女人 罢了 以后注意点 流眼捏了捏眉心 挥了挥手 你下去吧 慕卓挨脸色一变 换上一副真诚的笑容 嘿 王爷千万不要生气 更不要误会下官 下官对王爷赤诚一片 天地可见 沈京红 给王爷提鞋都不配 流眼位高权重 平时没少遇到 阿谀奉承之辈 但这么赤裸裸 不要脸的奉承 他还是头一回听到 下去吧 流眼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把他掉到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一个错误啊 朝堂上 关于沈京红和穆卓华的流言蜚语 是一刻也不曾停歇 穆卓华因此事 受到的最大影响 就是宫女们都暗中排挤他了 这从每日的午膳就能看出 礼藩寺事务繁忙 因此午膳都是统一做好了 分到个人手上 穆卓华的食盒一打开 明显就比旁人少了一半的分量 穆卓华笑着问送饭的宫女 这位姐姐 为何我的饭菜比别人少了这么多啊 宫女翻了个白眼 冷冷到 就是这么多了 你一个女子 难道跟男人吃一样多吗 说着 扭着腰离开 穆卓华摸了摸鼻子 按骂了沈京红几句 这才吃起饭菜了 她桌上摆满了厚厚的账簿 今日 她的工作 就是把这三年的编冒记录看完 然后写一份感悟心得 而桌上摆着三十几本账簿 仅仅是一年的记录 刘远平日里看的 都是户部总结过的数据 而穆卓华 则要自己把一条条明细看完 然后自己写总结 户部的同僚 见穆卓华边吃饭边看账簿 忍不住劝了一句 哎 我是做不完的 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穆卓华冲对方笑了笑 哎 多谢关心 我很快就吃完了 说完 又低下头去看账簿 穆卓华看东西 一目十行 又能过目不忘 因此看这些东西 比旁人要快上许多 她一边看着 一边在纸上做笔记 在椅子上一坐 就是两个时辰 连茶都未曾喝过一口 李帆四其他人 见穆卓华这拼命的模样 本来对她有些怀疑和看清 此刻倒也有些扭转了看法 到了傍晚 快到了宫门落闸时 穆卓华才最后一个跑出了宫门 穆卓华满脑子都是各种数字 心无旁骛地走着 忽然被人按住了肩膀 穆卓华回头一看 却是直墨 直墨小哥 这么巧啊 穆卓华展颜一笑 直墨目着脸道 王爷叫你 他叫了好多声 穆卓华都充耳不闻 他怀疑他是故意的 穆卓华还真不是故意的 要早看到刘衍的马车 他爬也爬上去了 此刻在直墨的带领下 他高高兴兴地上了刘衍的马车